看见别人没看见的东西 智慧是看见当不看见 有一个美国很有名 我不讲这个人的名字 我在这儿大家肯定都知道 他跟我讲过一个事 几年前在他家里 他说Jack 哎呀 中国麻烦太多了 地上都是洞 一个不小心就掉下去了 太麻烦了 然后我说 我说我问一下 达赖喇嘛是谁 我说我到了纽约听很多人在达赖喇嘛 他说你不知道 我说我不知道 他跟我讲达赖喇嘛 然后我问他 你刚才提到那个法轮功 法轮功是什么东西啊 他说你不知道 我说不知道 他讲了一大通 然后我说 你以为我真不知道达赖喇嘛是谁 还是法轮功是什么东西 他说你什么意思 我说你们西方把知识当聪明 我们东方看见但不看见 那叫智慧 我们之间是有巨大差异 地上都是洞 你看见了 也许我没看见 但你怎么知道我没看见 我们的职责是在找洞之间的条路 我们跟别人的区别是 每个洞之间是有一条路 你是可以走出来 这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另外一个大家也去想想看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 我们的生活都已经被移动互联网一网打尽了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低头足 2015年底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全球网民人数逼近40亿 中国手机网民达7.8亿 2015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为16.4万亿 增长22.7% 2015年双十一天猫实现交易额912.17亿元 其中无限交易额为626亿元 占比高达68.67% 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互联网 购物有淘宝 旅游有协程 出行有滴滴 本地消费有美团 郊游有微信 我们成就了无数的互联网大亨 但你希望互联网也成就你吗 如果能让您有机会借助网络 在您玩手机或电脑的同时 玩出一份不错的收入 您想要吗 现在不是钱难赚了 还是赚钱的方式变了 如今互联网时代 你是否想过 让手机变成我们赚钱的工具 如果你目前很迷茫 找不到赚钱的方向 那么这就是你最佳的视野机会 一部手机一台电脑 人到哪里 钱就赚到哪里 让你在玩手机的同时 可以玩出不错的收入 在这里有人交 有人帮 有人带 没有风险 没有压力 想赚钱加雄伟教练微信 7100-28057 7100-28057 真正的精彩 在后面 等着你 也是中国希望为全人类去做些事情 但一带路根本不是什么转移中国过剩生产力 如果这么讲 我们玩完了 如果这么想 我们更麻烦了 谁你要给朋友的东西 一定要是自己最好的 你不能把家里用不了的东西分给别人 麻烦就大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 中国其实很了不起 在300年以前 东方文化是世界上最了 这300年来 西方文化做得不错 中国发动的第一次全球化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全球化 世界上的全球化是中国发动的 那叫丝绸之路 最近大家记得住的全球化是过去的三五十年 实际上是美国化 实际上是工业时代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国家 它用了自己的方式方法进入了全世界 把工业化推到了鼎盛 但是到了今天 世界经济贸易的不平衡 新技术的产生 新的经济格局形式的发生变化 中国必须要做一些对世界有贡献的事情 所以我个人觉得 如果把我们的一带一路 当作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当作中国参与制定更加公平 更加开放 更加透明 更加inclusive 如果是这么去做的话 一带一路就会受到更多人的尊重 而我个人觉得 这就是一带一路的初衷 如果以前的全球化 过去的几十年的全球化 是以获得资源 廉价劳动力 抢占更多的市场为主的话 那么我肯定要相信 未来的一带一路所发动的 所引起的全球化 应该是为当地创造就业 为当地做一些他们做不到的事情 为当地的经济的繁荣做出贡献 如果我们这么去思考 我相信一带一路 才是真正21世纪了不起 中国要分享经济成长的经验 中国更要分享自己对世界的看法 中国要挑起世界的担当 所以我个人觉得 如果这么做的一带一路 我们这一带的人 我也算不少了 但是我相信年轻人会觉得 以此为骄傲 我们也会像美国人一样 我们真正为人类做事情 但是这事情 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好处 我们千万不能是 为我们自己做事情 但是说得为人类一样 东西方的文化 是有巨大差异的 我认为一带一路 更重要的是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只有文化的交流 思想交流 才有可能带来经济的交流 东西方文化是有巨大差异的 大家知道 我们东方人 中国人见面之后 问的是 您吃过饭了吗 西方人说 今天天气好不好 其实就这两句话 大家知道原因是什么 中国饿太多了 最关心的是您饭吃了没有 农业社会的问题 但是西方人说天气好不好 你知道为什么天气好不好 你们想过没有 这个在中国是在亚日带地区 善于种粮食 北温带 西方的北温带一带是打猎为主 打猎 很重要一个地方 天气好才能打猎 所以他们对天气很关心 第二个呢 打猎是需要团队合作的 种田是不需要团队合作的 所以种田不能说王家和李家 我们和好一起种田 没这种机会 所以东方人的团队合作 历史上相对来讲差一点 我们的处战能力也差一点 西方打猎 游牧民族为主 他们 我这个 这个打猎打过 我去参加以后 我才明白 这个打猎是这儿一赶 那儿一曲弓 哇一讲前面打弹枪一打 正好 他就是个团队 所以他们的整个驻战能力 从打猎到后来抢夺 到后来到今天发展 成为足球的发展 都很有道理 人家是团队 我们中国国家队 连香港队都贴不过 这我就去想想看 里面是有些问题的 因为人家是 谁一个人贴得像一个人一样 我们是一个人贴得像 谁一个人一样 这是巨大的差异 东西方文化 还是有差异的 但这个差异并不妨碍 其他事情 另外一个呢 中国人的文化 从资本投资上也一样 中国人啊 花钱为自己买东西 非常小气 但是我们买股票很大方 我们只要去买股票的事情 我们像没脑子一样 冲了进去 为自己买点吃的 买点穿的 我们特别小气 西方人刚好相反 买股票极其小心 但是为自己买东西 大手大脚 这就是我们之间是有很大差异的 同时的差异呢 差异中也一样 美国人老是担心 万一你中国搞大了 会不会有一天 也来控制世界 其实这中间啊 有很大很大的文化差异 我前段时间在美国 跟一个西方比较大的媒体的高管们 做了个交流 大家谈论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他们讲得特别有道理 这点也挺佩服 我看佛经我不太看得懂 但看基督教我很看得懂 他们讲得条条 头里碎到的 中国有 东方有这样的问题 那样的问题 我听得都非常有道理 最后就我问他们一句话 请问在座的每个所有的高管 有谁看过中国的辱师道 道家的一篇文章 辱家的一篇文章 论语的一篇文章 大家知道孔福子啊 论语有没有看过一篇 没有 道德经有没有看过一篇 没有 佛经什么样的经度 有没有看过一篇 没有 我说我看过五边圣经 看过圣经以后 我懂得了尊重 我懂得西方文化跟我们的差异 他们的强项和我们的弱项 如果你都不了解其他一个文化 一个民族 一个宗教信仰 从哪儿来 你凭什么就跟所有人家 一分钱都不值 他们说 大家都在说 伊斯兰教 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我说各位 看过古兰经没有 如果没有看过 我也不知道你该怎么样去批评他们 会不会强项 他们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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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 对